你知道70年代解放军生活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吗?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73年 真实记录了解放军训练场景 以及部队用餐的全过程 画面中出现的这些土房建筑 是解放军某部队的军营 一大早 解放军官兵从宿舍起床洗漱 而后将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 接着大家乘坐解放牌长头卡车前往训练场地 解放牌卡车是我国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 它曾承担了我国30多年的运输重任 可谓是意义非凡 不一会 解放军部队便来到了训练场地 透过视频可以看出这是一处炮兵阵地 士兵们合力把大炮拉到指定位置后 老兵便对新兵进行战术指导 他们手把手教授新兵如何使用大炮 以及如何精确地发射炮弹 这些都是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以新兵需要重复着老兵的经验进行训练 以更快达到实战的标准 画面中这些五四式牵引榴弹炮排列成一排 看上去无比壮观 五四式牵引榴弹炮一分钟可以发射五发炮弹 最大射程可达12公里 在当时的部队里 每个团最少都会配备24门 上午十点 部队进行完军事训练后 战士们会回到军营里休息 可以看到解放军士兵们围在一起 正在吓跳跳棋 还有军棋 以及象棋 这些游戏 无一例外都是我们童年式的回忆 下午十分 一到解放军部队的用餐时间 战士们齐刷刷地走向厨房 随后拿上属于自己的餐具前往就餐 这是部队的吹噬员 此刻的他正在收拾用餐的桌子 这是解放军战士集体打餐时的场景 今天的菜单有辣椒炒肉 茄子肉末还有汤和米饭 伙食还算不错 这是解放军战士进餐的画面 战士们围坐成一桌 桌上的铁盆里装着菜和米饭 大家将菜分到各自的餐盘里 这样的就餐习惯既干净又卫生 当时每个连队每天仅有20元的餐标 而这20元要维持100多人一天的伙食 虽然伙食看上去不如现如今的丰盛 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能有如此生活水平已是不易 画面中这位是连长 这位则是副连长 他们和战士们一同进食 并没有因为军官的特殊身份就开小灶 只见战士们端着晚间时 喜悦的心情一于眼表 统统展现在脸上 或许在那个年代 能够吃得上一顿饱饭 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